祝德代表谢志伟就说 国企依然先红是因为边举边吐血 这番言论引发了争议 但是总统却没有对此来发表看法 倒是力挺前天跟立委爆发了言语冲突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还抨击立委是情绪发言 总统也注意到了就是苏院长跟郑立文的火爆直询 党内中场会上替苏院长抱不平 其实当时双方情绪都很满 不过有部分也跟总统前几天国庆谈话有关 不过这四个坚持并不是蔡英文 四个坚持里总统讲最多的就是中华民国 国庆也出现超巨幅国旗 但自己的祝德代表谢志伟却讲出国旗吐血论 甚至最新贴文骂国民党外也骂民众党 我只是要求他真的吐血来就好了 有多不爽这一声哼足够表达 不过总统府对谢志伟发言仅说尊重 也赞许他有一颗热爱国家打拼的心 只是这一连串做法 学者酸 蔡政府已呈现精神分裂 总统说别在自己人里找敌人 那不认同中华民国国旗的算不算敌人 而总统在国庆演说时强调四个坚持 表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 对此国台办回应 这是赤裸裸的在贩卖两国论 总统蔡英文国庆演说中提出四个坚持 针对其中一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国台办作出回应 两岸关系绝不是国与国关系 所谓互不隶属 就是赤裸裸的贩卖两国论 国台办强调民进党的挑衅 是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原因之一 近来为什么共机会频频绕台 马小光这样解释 解放军演续活动 是针对台湾 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目的是维护台和和平稳定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完全是正义之举 北京当局针对民进党接连开炮的 还不止国台办 有些国家在美国中 遇到中国的优惠 一直在红线 大陆外交集对台系统在双十国庆后炮火加大 抨击民进党政府 陆委会13号下午则发布最新政策短片 回应北京 陆委会以总统第二任就职所提出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重申两岸关系立场 也呼吁北京透过不设前提的对话 重启两岸互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两岸关系紧绷 今年的三月份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就沉浸示警 说台湾在六年之内恐怕会面临中共的野心威胁 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则是说 他们不会去预设共军侵台的时间表 但绝对会支持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 大陆东部战区用舰队互相对抗 模拟实战攻击 演练近距离作战 近距反击就是要快准狠 这需要我们主副炮系统 在平时的训练中付出极大的努力 大陆海军不止实战军演 近期还可能迎来胜利军 去年下水的大陆自制075型两栖攻击舰2号舰 10月12号被大陆网友拍到再次出海 只是这一次没有挂四航的旗帜 而是高挂五星旗 外界推测近期应该就会入列服役 如果在相对短的时间内 有不同的舰艇在同一海域出现 进行各种试验 说明我们的建造工艺手段 包括技术非常成熟 现在更拼在七个月内 接连让两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服役 大陆军事分析师说 这是连俄罗斯都做不到的 而两栖舰现在最主要的用途 就是用在登陆登岛作战 共军才在双十国庆演练抢摊 现在又有可能补禁一艘两栖攻击舰 对我海空战力加大威胁 今后075是发展的重点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 加速075两栖攻击舰的建造 特别是在舰载机登陆作战输送工具 对岛上的威胁能力 对海岸的打击能力都会快速发展 午后更下一沉 在外交言辞上也持续炮火猛攻 任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 台湾个别人在国际上炒作 这一议题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战和严重挑衅 更很酸台湾不要自愿沦为美国筹码 在共击扰台后一周的美中叫嚣 似乎没有缓和迹象 美国从国务院到白宫 国防部接连青少火线再度保证对台承诺不变 不过此时却有与拜登同党了民主党众议员投书华盛顿邮报 认为国会应该尽快松绑对拜登权力的限制 以防大陆落实真的犯台 不需要国会授权即可出兵 官员敦促国会尽快行动以防外衣 只是两岸是否终需一战 美国从国防专家到学者看法两极 只是美中战场已经从陆海空站到云端 科技战暗潮汹涌 英国金融时报却以斗大标题报道 前五角大厦资安专家沙伦指出 在AI人工智慧的战场 美国早已输给中国 因为中国科技逐渐占有领先优势 不过沙伦个人却跳出来反驳报道 纠正说他并非说美国输了 而是市集美国要提前防范 美中各领域开战 台湾的战略角色恐怕都很难置身事外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在外国媒体的眼中 此刻的台海局势 似乎是近年来最紧张的时刻 纽约时报就写 台海擦枪走火的时间不远了吗 从十一大陆国庆到双十中华民国国庆 台海紧张局势一连占据各大外媒版面好几天 但是外媒怎么解读两岸关系 CNN先从动荡不安的国共内战说起 CNN提到过去两岸没有开放旅行贸易 甚至通讯交流 直到1990年代北京跟台北关系开始解冻 CNN记者分析 随着台湾形成立场分明的两个政党 经过政党轮替后 两岸关系又开始陷入紧张 CNN标题写支持独立的领导人 开始与中国的关系变质恶化 到了2018年大陆施压国际企业 得把台湾列入中国一部分 更威胁打击那些不配合的企业 而就在这个时候 没跟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美国 却承诺协助台湾国防 喊话维持西太平洋和平 这也惹怒北京 这个时候的两岸紧张 CNN形容可能达到废典 另外像是纽约时报 多大标题写 台湾成为美中矛盾核心问题 摩擦起火不远了吗 华尔街日报是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 北京日益号战碰上美国军力下滑 国际间担忧两岸因为意外或误判开战 倒是英国金融时报编辑委员会认为 两岸领导人最近的谈话 习近平没提武统台湾 蔡英文表达维持现状 显示双方都各退一步 台海情势就是在可容忍的现状和灾难冲突间做选择 但也提醒美国不能一味把台湾当作谈判筹码 会比较像是大国在谈判的一个筹码 所以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打起来 可是我觉得打起来的几率蛮大的 很多国家都要争取可能帮台湾证明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单独一个因素说 大陆可能想要打起来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会发生 我觉得战争离我们还蛮遥远的 路透社记者实际在信义区接访 台湾人对于有没有可能开战的看法不太一样 言论自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底线吧 如果我要讲什么 然后代表自己的都不能讲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我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接受 台湾民众话说的坦白 就是不想活在一个不能说话的国度 这也是两岸未来的走向大多数台湾人的真实心声 P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大陆的外交副部长则是说 中方始终本着善意跟诚意来积极改善中美关系 交给一轮 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少人觉得好像物理看花 甚至有人觉得中美之间翻脸跟翻书一样快 因为过去美国的前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的敌对是非常猛烈的 就连拜登刚上任的时候都没有给中国大陆好脸色看 但现在中美关系是不是在吹向暖风的阶段呢 或许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在9月9号 这一通拜登跟习近平的通话 这是两人的第二次通话长达90分钟 那之后像是中美高层杨洁篪跟苏立文两个人也有会面 气氛还算蛮融洽的 孟晚舟也返回中国大陆等等 都让大家觉得中国大陆跟美方之间有转环的余地 但是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第一次通话的时间点是在今年的2月11号 这是拜登上任首次跟习近平通话 不过当时拜登还讲到了台湾香港以及新疆的议题 看起来态度还算比较强硬 但是现在是不是两者是有进一步的可能性呢 甚至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也接受访问的时候 特别讲说美中已经在成立了联合工作组 说美方跟中方保持着高层对话 也表明始终本着善意 对话随时敞开 也希望美方要切实的付诸行动多干实事 那中美高层杨洁篪跟苏利文的这场会面 也抵定到接下来在年底 拜登跟习近平还有一场视讯的峰会 那到底双方有没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阶段呢 不少学者是持比较悲观的想法 认为中美现在只是一个冻结暂停的时刻 接下来要往好的方向发展恐怕也很困难 共鸡频频绕台 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说 评估到了2025年 中共是具备全面犯台的能力 所以为了强化军备 国防部是规划了2400亿的预算 其中有将近800亿用来采购 熊三跟曾成型的飞弹 亚太局势紧绷 台湾更是首当其冲 连国防部长邱国正分析当前局势都这么说 从军以来四十多年以来看到真的是最严峻的时候 要犯台的话 他目前有这能力 所以2025是我们的研判 他全面 邱国正进一步给出明确时间表 只是部长口中的2025 距离现在也不过短短四年 难道两岸最终摊牌的日子 真的不远了吗 国军研判 共军在2025年具备全面犯台的能力 但这比较像是政治决心上的研判 因为纵观共军一些能造成决定性差距的武器 像是洞洞三航舰的服役 又或者是隐形战机的量产 在2025年基本上都不可能实现 反而是共军自己提出的旗程 像是2035年达成基本的国防现代化 2050年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军队 这两个时间点 反而国军必须格外的注意 但共军舰队快速扩张 再加上动拐五行两栖攻击舰成军 攻台不再仰赖传统两栖登陆 而是跨海多点投射兵力 也让台湾国土防卫倍感压力 因此采购反舰飞弹 就成为建军战略的最大投资 这次总金额2400亿元的国防特别预算 军方报告披露超过六成 再强化熊风系列反舰飞弹 换算将近1500亿元 其中又以采购熊三 以及熊三增程型额度最高 合计达到797亿元 二战名将麦克阿瑟曾形容 台湾是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面对共军庞大的舰队攻势 恰恰就能在台湾部署大量的陆基反舰飞弹 采用以路至海的方式打击共军海面部队 你有一些限制的条件 就是你的幕后能力要达成 你的射程要足够 然后你这个目标辨识能力 你的抗干扰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 这种暗机的这个机动发射车 我们是那个 要让它能够这个机动部署 然后隐蔽 那让它这个减少被攻击的机率 然后一个更重要的是 其实机动发射车 它的价格比比较便宜 那比其他的载台相形之下 是你可以采购的数量其实比较多 国防部也证实 会采购大量雄风系列飞弹 是因为已经具备现成基础 只要投入经费 就能马上量产 快速发挥战力 达到防卫固守 重层贺阻的战略目标 我们现在问题最大的三个 国家的财力是那么充沛吗 我们的人力也那么足够吗 你动员能够支援持续作战吗 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 千万不要在数量上迷失 不是有了飞弹 我们就有安全 高额投资 难免陷入军备竞赛的僵局 军事毕竟是政治的延伸 军事上的对立升温 终究必须以政治来降温 台湾这条不成航舰 最终将航向合方 未来的挑战 必然 险阻重重 TVBS新闻李伟华顾商君 台北报导 有研究指出 就算全球气候的升温幅度 可以控制在1.5度左右 但海平面还是会继续的上升 淹没5亿人所居住的城市 交给一轮 持续要来带您关注的是 全球暖化的议题 过去我们从教科书就知道 暖化会造成海平面上升 滨海城市就会有淹没的危机 但现在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呢 如果我们把气温的升幅 是压在工业革命前 只上升1.5度C 海平面还是会持续的升高当中 而且接下来预估会有 5亿人是泡在水里 甚至环境研究通讯期刊 也分析 这个气温如果再上升 0.5度C之后 又会多2亿人是泡在海里 而且更容易受到 毁灭性的暴潮所侵害 甚至报告里头也发现 有10个风险最高的城市 就个都在亚洲 像是孟买跟越南 有一半的人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中国大陆跟印度 印尼也都一样 那对于滨海城市的威胁 一定是最高的 所以预估这个水平面上升的程度 大概是0.5公尺到1公尺之间 还要是碳污染减少的速度而定 但专家比较悲观 认为热根本散不出去 所以接下来冰层还会继续融化 海水也会继续暖化 所以您可以看到美国的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就认为 海平面在2100年后将会持续上升 即使巴黎协定大家都有共识 控制气温在上升1.5度C内 但是海平面终究会上升3公尺 那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工程师必须把大气层的二氧化碳 给全部去除 否则领海城市要淹没是迟早的事 北韩举行了国防展大秀战略核武 金正恩也发表了演说 把朝鲜半岛的紧张恩归咎于美国的误判还有行为 不过在合照当中有个亮点 是个穿蓝色服装的士兵 他被称呼是北韩队长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招牌由头和黑西装潇洒现身 文物百官列队掌声加欢呼 士兵卖力在领导人面前表演 宛如少林48同仁 胸口碎大石 肉体碎铁链 连碎玻璃都没在怕 精彩武术表演让金正恩和妹妹金宇正眉开眼笑 莫非是北韩军力太威武 金正恩罕见激动笔手画脚 让他开心到表情失守 北韩朝鲜劳动党76周年双十党庆 金正恩参观国防展览 满意看着自家研发的弹道飞弹 还用手摸了摸坦克车 专家说北韩极度罕见的像大拍卖一样展示武器 这动机相当不单纯 金正恩秀北韩军事肌肉 大内宣和大外宣戚图不言可遇 专家分析北韩目前拥有三款近级核武飞弹 包括难以被拦截的极超音速飞弹 能打击地面目标的新型巡异飞弹 还有一款展览会没出现的 专家说应该是能搭载多弹头的火星16洲际弹道飞弹 堪称全球最大洲际弹道飞弹之一 金正恩秀北韩军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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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金正恩健康上 他10號為勞動黨76週年 黨慶發表演說 金正恩一身打扮 身色西裝 九紅色領帶 到此為止看起來都很正常 只是腳下的涼鞋 引發外媒高度關注 到底是金氏時尚 還是金正恩健康亮紅燈 才穿涼鞋減少走路負擔 他失去了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是健康的人 如果你是金正恩的醫師 你告訴他在健康 或停止吃他最愛的餐飲 你可能會覺得 這是一個人 他自己的叔叔被殺了 我猜他不會被醫師的醫師 另外 金正恩在國防展上 跟士兵拍攝大合照時 也出現一段意外插曲 周邊右方一名僅身一男 造型神似漫威電影美國隊長 南韓網友議論紛紛說 金正恩該不會培養了一個 北韓隊長 TVBS新聞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